2014年5月10日 以旅居加拿大的苏州籍著名书画家 周世新命名的美术馆 周世新美术馆 在目督古镇的榜眼府地正式对外开放 共展出周世新捐赠的35幅作品 及文房四宝八十余件 无门画派简称无派 源于苏州 在山水画上的成就尤为突出 一般认为始于沈州 成于文征明 加上唐颖和囚英 视为无门四家 周世新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 又成家学 由其父赤鹿公启蒙 后跟随伯父穆天公学习诗文书法 后又师从吴四兰 张兴街 柳军燃等名家 是无派的重要传人 各位观众 我叫周世新 今年已经92岁 我生长在苏州 苏州是一个文人快菜的地方 我的父亲叫周赤鹿 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物画家 他的名字赤就是红颜色的赤鹿 就是迪尔那个梅花鹿的鹿 赤鹿 他是一位人物专门的画家 他在年轻的时候 追随沈州山西一生革命 后来革命成功以后 人家要他出来做官 他不愿意 他就从事艺术 拜师画画 所以我很尊重我父亲 他是一位爱国的画家 我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 我在这个父亲也是个画家 他很喜欢到晚上就出去跟朋友喝酒 当他走的时候 他还没有完成的一幅大画在桌子上面 我看了手很痒 那时候只有八岁 很小时候 只有八岁 我那时候拿他的画画的工具 在他没有完成的画上面 东头西末 我自己认为 好像是画家那样 张贝正画家那个样子 满足我的欲望 就把他一幅画东头西末 我的母亲看到了 说 小心你的手摆 回来要打你的手摆了 但是当我父亲回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画已经明目全非 知道是我的大作 他非得没有骂我 就对我这个也是喜欢画画 他是非常安慰 于是他就准备了一套画具送给我 让我另外用我的工具来东头西末画画 后来到了这个12岁的时候 我自己画了一幅人物的这个头部的相貌 石龙工商 老少妇女 一共有20多个头 我父亲看了大为惊奇 因为就对我这个这个想象力很丰富啊 其实他拿到他上海的时候 他带去上海盖难的时候啊 刘丁芝是上海最知名的这个表画事物 后来他做了整些外缘 对于装裱古典的那种旧画 很有名气 一幅瀑瀑瀾瀾的话 可以正求如新 那么从此呢 我对到那个刘丁知习生的上司 他说你这 他跟我父亲说你这位少君呢 将来一定是一位有名的画家 你看他的想象力啊 石龙工商 老少 妇女 各顺各样的 没有人教我 我自己想象 画了这个这么多的人头 于是他 我在上海的时候 他在留下大唐表的话呢 都是一般性的 可以给大众观赏的 在二楼 另外有一间呢 专门表名画的 那人家是看不到的 但是他给我看 好像那时候上海最有名的画家 吴瀑瀚先生 他的画全在刘丁知乡市乡的 然后我就在二楼 能够有观摩好多名家的 画的机会 对我后期的 这个绘画的思想 绘画的技巧方法 还有很大的帮助 后来呢 在书中有几位知名的画家 一位是张兴建 这位张兴建 这位张兴建后来做 出租国画院的院长 还有一位柳军润 他是画蔬菜古食的画家 一位是吴智生先生 吴智生是厂备 收租美食专库修校的 他那时候他告诉我 花了八十万的年元 来藏牌这个画家 这个画院 现在超浪亭 收租超浪亭 还有他这个 收租美食的建筑 是一个古代的 西方的这个建筑 非常美观 很壮观 凡是到搜索去的 都会去那里去看看 在超浪亭 我在那里投过了 这个 早年 学习的这个 故城中间一个重要的会计 后来又 这位吴智生先生的弟弟 叫吴史兰 吴史兰先生是 很有名的一个 花鸟画家 花卉画家 张兴家是花鸟画家 刘军润先生是 蔬菜狗狮画家 吴智生先生是 三岁兰花猪子的画家 我就是 聚了他们四位的 收藏 我都收到一店 吴智生先生 他是后来到香港 后来又到台湾 他一直的 也行医做中医 又画画 我接着他一段时候 所以能够知道 他的艺术 重要的地方 那我 所以我能够画很多不同的 种类 每一个种的 这个中国话 都是属于专门的 专库 尤其 好像 蓝花猪子 吴智生先生的专长 但是 我要拜他做老师啊 他说我不收书生 除非你任我做该业 所以我就 挂下来跟他磕三个头 于是 从此他很 好的来教导我 我能够得到这几位 老师的教导 能够今天 技术不断的努力 才有一点点小小的 承受 后来 因为我 年龄 初次长大了 而且 我要 我要 要求畅作 于是 我回到收书以后呢 我就 正正式式的 这个努力 来绘画 直到后来 在 收书 收书美专上课 跟各位 先进的老师学画 后来 又 到27岁 因为国家 那时候都是 很不安宁 我离开苏州 到香港 到了香港以后 因为 居目无亲 身无严于苦境 我跟我太太 搬到 苏州的一个 山上 烧纪山 那边有很多木荷 很多蛇荷 我学了一个蛇荷 有一点 钱 就租了这个蛇荷 来安生 但是最初 我又有一点 有三千五个块钱 给朋友 叫我开理发店 我 我拿钱都交给朋友 朋友 我回到家 我的太太问我 你的钱呢 我说钱 要做生意 交给朋友了 你的收条呢 我说 我的朋友 要什么收条呢 大家必吃信用了 骨枕这个钱就给人骗光了 理发店也没有开 钱也没有了 我们 母子三人呢 就我一个男孩子已经出生了 那很小很小 在烧纪外地 十屋里头 中秋节我不能忘记 买了一个鱼饼 三个人分享 我这个日子至今好像在目前 我要多谢我太太帮我图过那一关 后来我在王后道道中 有一个不幸书弟 他的老板姓杨 叫杨并生 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就去投靠他 他给我做书弟的虎记 要买书 那么我心想也算好 毛泽东主席在图书馆 不得意的时候也在图书馆读书 我不得意的时候在书地卖书 还有供货 没有生意的时候就看书 那么那时候这个八星书店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书店 我记得在王后大到中二十九号 也透过一段时间 领导我基本的生活解决 就苦度难关 后来开头一次发展 使得到一位文艺家 李美的叫李世民 钱之力 他的亲戚都是有名的 胡东教室的书 周收成的儿子 都是当时在香港非常有名的 于是得到他们的赏色 跟我介绍香港总督夫人 认识 于是香港总督夫人非常爱上我的话 在香港南蛙早报 半张报纸来介绍我的话译 从此我一句成名 能够得到香港社会的认识 我的话证 生意很好 卖话语很多 生我无忧 我 对不起 所以我在香港抽级的时候 神经故国非常困难的时候生活 靠一只毛病 靠认识一些朋友的帮助 能到我投过来关 这种我觉得一个人生不是项落 得到父母的遗才 就算是成功 还要靠自己 要经过甜酸酷辣的生活 才能这个人生才有味道 才有价值 周世心 周世心24岁时 随父亲拜见了国画大师张大谦 从此便与张大谦结下了不是墨园 二人结下一师一友的忘年交 我们我现在讲啊 张大谦先生呢 他是全中国最有名望 最有离世教育的一位大画家 他一生中间 所有的唱作 对于灯网绘画的研究 都是实无前例的 我能够就是张先生 是因为我老师的关系 我老师有个女儿 是他的干女儿 他从印度到香港 刚好我也从内地到香港 从此呢 我常常到他画室去 当初是陪我的老师去看他 后来呢 我就崇拜他 常常去成教他 他对我呢 非常之爱好 看我的画呢 自动地同我提画 后来又同我合作画 所谓合作画就是 他画一半 我画一半 他是从来没有跟人合作过的 但是他跟我合作 送画 一共送画 提画 合作画 一共有33幅 口外不适之女啊 一生中间能够得到 他的提拔 赞助 鼓励 我一生中间受他的影响 非常之大 这一块 这个 是张大提琴 是这样经过牺牲送给他的 哦 那么 这块木头啊 我跟着我好多年了 那么有很多人想要买这块木头 这个木头啊 这个木头啊 看起来像一块石头 很特别 我这是很爱好 我要纪念张大提先生呢 对我的爱护啊 我花 你愿意吃多少钱我都不卖啊 我要自己保存 留给子生 所以我看到这块木头就想念张大提先生 我一直到1971年离开香港到美国 在这个美国的洛杉矶 洛杉矶 在住在森大莫尼加 那时候收到美国人体身受 但是我得到一位学生的家长帮助 跟我买卖房屋啊 跟我这个布置 这个在银行里面 开头一次化展 慢慢就收到几位美国学生 那么也一路的慢慢扩充起来 后来到了帕萨丁那 这太平洋亚洲部部馆的 这艺术部的主任 那时候也做得很快乐 可是很多的外国学生 这个中国学生也不少 我要往来森大莫尼加 到帕萨丁那 那时候就开车 上 freeway 也曾经给别的车子撞过 是有一些意味 但是说好没有什么大碍 于是我在那里呢 待了整整十年 当我 我因为我孩子在加拿大温哥华 我也想我跟我太太年纪大了 也应该有家所来招过 所以呢我就离开 离开这个美国 到这个加拿大温哥华来 离开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就认识一个修胜的家长 两三个人 走的时候 有四十位 就是四百多人 来欢送我 都舍不得我走 我要离开那个卢山居 也是万不得益 所以当时就开了两个华盏 一个华盏在加拿大中复城 维图通商银行开幕 他们借我二十七户画 我借给他之后 三天以后啊 我要去说话 他说不行 你这个画拿走了 我们的银行啊 不好看了 苏星就是照保鲜的价钱来 卖给我 我就卖给他 就挣了一大笔钱 后来我在 哈萨西蒂娜的这个 太平洋亚洲博物馆 开林匹画展 我说 我就来走了 我因为这个 洛杉矶的地方太大 我又没有办法 卖掉的画一负一负送 如果你终于喜欢我的画 你就到这个办事处去办手术 付钱把画拿走 一下这个拿一封 那个拿一封 结果剩下两三封画 这个Corector的负责人来问我 说周教授啊 你的画都拿光了 还开什么画展啊 我说你不要接 我家里还有 于是把家里挂在墙上的 所有的画拿出来 拿出来又开 技术开画展 又卖了一大批 所以我离开 洛杉矶的时候 真是有钱了 两个画展通通的卖款还不够 还要增加我的画 于是我拿这笔钱呢 租了一个truck 把所有的洛杉矶的家具 通通都搬到温哥瓦来 所以我没有一点遗憾 但是洛杉矶的朋友 学生爱好艺术者 都舍不得我离开洛杉矶 但是对于温哥啊 非常有业 那时候抽到贵报率的时候 人体申诉嘛 后来我就在 枪梁堂开画展 我感觉到这里的人都很红沫 对于我的艺术也很尊重 慢慢扩大 一天一天的增加 学生也增加 很多学生 我做了一个学生 后来又在这个UBC 交过六年 这个会画的艺术 所以我新后 交过五间知名的大学 像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这里有UBC 美国的这个加州大学 还有一间叫 从基大学 我在温哥的 还在美国的 那么我交了五间大学 学生很多 超过两千人 我记得离开台湾的时候 学生来到校长师 去请愿 希望我留在台湾 但是因为我要加 三个地方的税 有个人的事务很忙 来不及见过 所以无可奈何离开台湾 我输到这次 都受人欢迎 我的画展看得很好 也收有很多的钱 直到现在 我能够生活一天一天的进步 也完全靠一点 人家说 家传外观 不如搏几才生 我真的做到了 靠我一双手 靠我的毛病 走遍天下 我又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去旅行 我曾经倒过这个衣瓜书 带服部 画了一幅大画 现在这幅画就送给了香港艺术馆 香港艺术馆收藏我几十幅画 他们对于我也很尊重 所以我应该 应该就是好好保存 我也能够得到我自己心里受愿望 香港的香港艺术馆也是对我很好 我在这里要寄出努力 我现在已经是92岁了 但是我还有精神 我没有什么毛病 前两年我生了两个癌症 因为动手是动得快 早 所以到自信 没有后遗症 还是很精神很好 很心情很快乐 能够同这里的艺术家朋友 我也这个成立了这里的中国艺术家集会 也成立了这个 我都是常备人 朋友学生很多很多 对于我的艺术也很受到肯定 全世界得到我捐赠跟收藏 一共有24个知名的美食馆 铺副馆大学 最近在北京新成立的这个中国华侨 华侨历历史博物馆 这个馆是一个刚刚成立的馆 他们要我捐赠一幅画 我也送给他们 不要收钱 他们给我一个证书 我也觉得很光荣 那个馆刚刚成立 但是我已经他们针究我的绘画 所以呢 我一个人 人生的生命有限 但是我总觉得艺术无恙 所以我对于书画、绘画 我一直也刻刻图章、刻印、书词 我都有很长的时间在研究 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充实 我想现在是那个电台、电池常常访问我 今天有机会向各位大家介绍我自己 我心里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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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